林志颖上线筛照公开体重仅107斤,经纪人称其车祸后暴瘦20斤。 8月31日下午,林志颖车祸回家后首筛照片,展示体重53.7公斤,表示慢慢恢复中,继续加油。 林志颖官方身高是1米72,107斤相对而言太瘦了,惹粉丝心疼。 过往她的体重维持在58公斤左右,一直保持面容饱满和逆生长的状态。 经纪人称林志颖足足瘦了20斤,估计两颊会有凹陷,所以虽然她已恢复行动能力,却没有晒自拍。 林志颖透露车祸后续,表示已回家休养几日,感谢外界关心,同时再三感谢医护人员和救命恩人否认术后伤势加重,插管治疗的传言。 经纪人随后称,车祸导致右手肩膀弓骨粉碎性骨折,颅内出血轻微脑震荡,右侧气血胸等,在ICU抢救10天慢慢恢复,现在只有肩膀还在持续发痛。 声明中,没有谈及林志颖颜面受伤及手术的信息,算是正面否认颜面重伤,毁容,上太金固定等传闻,也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 陈若仪也终于敞开心扉报平安,终于等到小智回家的这一刻,看着三个孩子陪伴在身边,终于能够让自己安心许多。 他与林志颖都表示未来会重新回归舞台,不会被这次车祸灾难打倒,从而说明,是有把握恢复到车祸前状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